因為這個溫泉水溫的關係 所以的確是可以達到脹血管擴張 然後放鬆 然後促進四肢的一些血液循環 跟改善手腳冰冷的部分 那在緩解一些關節疼痛的部分 那我想應該也是有其實劑的療效 在國外的話 還會搭配一些 比方說物理治療師 去做一個特殊的物理的療程 針對一些特殊的皮膚疾病 比方說異味性皮膚炎或是乾癇的部分 但是如果說民眾是想要 針對某種特定的疾病 去達到一個就是專業治療的效果 可能還是需要搭配一些專業的 比方說醫師以及物理治療師團隊的設計 就是在以往就是醫藥比較不發達的時候啊 的確溫泉會被拿來應用在一些疾病的治療 比方說戒蟲啊 像鋼腳還是舒緩一些乾癇的部分 那是因為現在針對醫藥科技比較發達 所以針對這些疾病都會有一些專業治療的藥物 就比較不再需要仰賴溫泉的部分 那剛才講到的這些就是水柱衝擊肩膀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算是一種按摩 但是如果說你泡的水質呢 是比較是偏硫磺泉或是青黃泉 這些比較算是一個強酸性的溫泉的話 那就要小心可能在你局部衝達的地方 可能比較容易會產生那個溫泉的皮膚炎 溫泉的話台灣有分成就是硫磺泉 主要是在就是陽明山背頭一帶 那它其實很像它的pH值是偏向酸性 那像是這一種偏向酸性的 就比較不適合讓你長時間的停留在皮膚上 那其他的話 鹼性碳酸氫納泉大概就是在 比方說宜蘭交西台東之本 那它的pH值是偏向一個弱鹼性 這個大概皮膚可能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中性的一些碳酸泉的話 就是比方說骨冠啊 泰安啊 大臀山 爐山等等 這個中性的話大概 留在皮膚上可能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像另外有一個鹽泉 那鹽泉或者說是像是偏酸性的溫泉 如果說你留在皮膚上因為水分蒸發之後 可能就是皮膚表面的一些晶體的濃度會偏高 然後可能比方說像是鹽泉或是硫磺泉的泉水 就比較不適合留在皮膚上面 不然可能會導致一些刺激的部分 剛才講的這些膚質的部分呢 其實主要避開就是乾性或者是敏感性的膚質 因為這兩種皮膚的膚質它的皮膚的屏障 是比較差一點點的 那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耐受偏酸性的一些 像是青黃泉或是硫磺泉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這兩種乾性跟敏感性的皮膚的話 就是要注意兩個部分 一個是全脂 另外一個是水溫 全脂的話就是希望可以避開偏酸性的硫磺泉 那水溫的話希望就是比皮膚的溫度再稍微高一點 大概在38度到42度之間 就不要真的太燙 因為太燙的話它會把皮膚的油脂 清洗得更徹底 主要是有三種的常見的溫泉相關的皮膚病 第一個就是缺脂性皮膚病 就是皮膚太乾 那這個就常見在一些 就是比方說你比較年紀比較大的一些客人 他可能在四肢的部分呢 本來就冬天的時候就會很乾 然後就會飄出一些就細碎的皮屑 那如果說它泡的水太燙 或者說是太平凡的話 那可能會乾到一定的程度 就會出現一些烈烈的一些紋路 然後紅紅的就會非常的癢 那這個是第一個缺脂性的皮膚炎 那第二個的話則是剛才講的 就是溫泉皮膚炎 那它主要的話是就是 硫磺泉 青黃泉 這個我們剛才講就是在 陽明山或是北投一帶這一類的泉質 因為它的溫泉水質的關係 是比較偏向於酸性的 所以對皮膚會有刺激性 通常都是泡完之後 一天之後皮膚會有一些紅腫 然後之後就會出現很多 像是化學腐蝕的一些 一個一個小洞 然後會滿痛的這個樣子 那其實就是皮膚被一些 搶酸的一些灼傷 那如果是這個溫泉皮膚炎的話 它需要避免的就是 泡的時候不要泡太久 然後不要超過15分鐘 或是就是你在泡的時候 就直接把溫泉的泉水跟一些自來水 就是做混合的動作 另外泡完的時候還是要以清水 就是再度沖洗一次 並且擦上保濕的乳液 如果你泡的是青黃泉的話 就是不要再特別用水煮去做強力的沖洗 或是太大力的搓洗 第三個比較少見的是溫泉的毛囊眼 那溫泉毛囊眼它主要是在一些 就是水質比較不流通 或者是衛生控管條件比較差的時候 它的那個水質裡面 不管是溫泉或是游泳池 會存在一些濾濃感菌 那如果說你是在去過腳趾 或是除過腿毛 有一些細碎的小傷口去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會出現 這個溫泉性的毛囊眼 那溫泉性的毛囊眼 它就有很多紅紅的 以毛囊為中心的一些求疹 那會癢似痛不舒服 雖然說在正常免疫的患者 可能就是一週還是會自己痊癒啦 但是畢竟那個中間還是不太舒服 比較不適合泡溫泉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身上 真的是有開放性的傷口 然後進行性的感染 或是本身皮膚的屏障就比較差 像是有異位性皮膚炎的人 或是慢性失症 然後皮膚太乾的人 這些都是比較沒有那麼適合泡溫泉的 嗯 民眾啊 就是家裡如果有一些剩的藥膏 就不管身上有什麼問題 可能就會拿著試來試著擦擦看 或者說是去藥局買一些橙藥 那橙藥的話 最常會被購買到 通常都是一些複放的藥物 那複放的藥物裡面 通常就是可能它是什麼都有 比方說它有一點弱效的類固醇 它有一些抗美菌 或是它有一些抗生素的部分 那這種的話 就是大概擦起來絕大部分的話 可能會稍微有點舒緩 但是不一定就是真的是針對性的治療 就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沒有好完全 那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 就算是藥膏它也有強弱方面的一些差別 像是最常使用的皮膚科的類固醇的藥物的話 它就強度而言就是分一到七級 在不同的部位適合擦的藥膏也是不一樣 像是那個人家有聽過的可麗書或是可洛貝塔 它就是算是一個比較偏一二級的強效的類固醇 那這種類固醇就不適合拿來擦在第一個小朋友 或是臉皮皮膚皺褶處或是比較嫩的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的皮膚比較嫩 所以它的吸收效果會非常的好 所以就比較容易會出現就是亂擦之後出現的一些病發症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建議還是就是 尋求專業的皮膚科的儀式去對症下藥這個樣子 一般來講當然是不鼓勵啦 因為大家應該有洗過碗嘛 就是如果你洗碗的話用一個很熱的水的話 它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把你很油膩的碗盤帶走 所以沖熱水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你沖的當下很有舒緩跟滋養的效果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它會把你的皮膚的屏障的油脂洗得更徹底 所以它就會變得更加的乾癢敏感 然後其實是會惡化那個癢 那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狀況下 就建議就是大家會有這個不好的習慣 就是洗澡水真的不要洗太燙 然後真的已經有問題的皮膚的地方就是盡量避開 就是不要使用肥皂或者說是清潔劑的部分 然後乾癢的話就是可能一天只擦一次的身體乳 可能是不太夠的 像是如果是小腿的部分的話 甚至可以直接拿凡士林來擦 就是保擦一天三到四次 因為外用的保濕品它都是提供一個暫時性的潤澤 所以它一段時間你覺得乾了其實還是要補的這個樣子 那個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你皮膚因應那個物理的騷擾 它其實會反應性的變厚 它想要保護自己嘛 它變厚之後其實它局部的神經也會變得比較敏感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容易會癢 所以你那個癢而抓抓而癢 越抓越厚的循環就會跑不掉 那這個是第一個就是慢性的單純性抬現 這個在一些就是比方說以溫性皮膚臉的小朋友的人就容易看得到 比方說在它的這些皺褶處的地方 比方說溪窩或者是皺褲 你會看到它那個皮膚是變得比較厚 然後紋路很明顯 就皮膏變厚 紋點分明那種就是厚度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些人會摳頭皮 或是摳不管任何 當初是蚊子療還是洞洞 有那個卸的感覺他就會想去把它摳掉 然後久了之後它就摳出就是一個一小顆的東西 然後一直摳它就一直存在 那個就是叫做是Prorigal Nodularis 它是一個結結性的養枕 那個這兩個結結性養枕 跟那個慢性單純性抬現 都是一個抓出來的惡性循環 這個樣子 剛才講的兩個慢性抬現的話 或者說是那個結結性養枕的話 就是可能可以考慮 比如說局部的冷凍的治療 或者是打一些就是低級量的類固醇 去抑制它那邊的養感 所以它不養了你不去抓它了 它久了皮膚就會回來 但是可能就是要去改掉這個 常常去掃抓它的習慣 可能要一兩個月 它慢慢的覺得還是會變得比較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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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